不管怎么说,周星驰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,有些人当然很感慨,说是戏如人生啊,有些人就更加直接,他们就直接问了,周星鲜当政协委员,这行吗? 作品中的桥段来作为调侃。 周星驰认为,依靠名人效应来参政议政,应值得鼓励,但也有些网友则表示了担忧,他认为,政协委员终究是需要提案议政的,到底是不是花瓶委员还是提案说了算。 不过,对于这个问题,有些热心的网友已经替周星驰找到了答案。 小时候许过冤枉,想做一个好官,长大才知道好官没那么容易做。